女人到了50岁突然通透了 20岁为了考个好的学校 30岁为了嫁一个好的男人 40岁不断地折腾自己的孩子和家庭 到了50岁 不会到了50岁对你老公你还有期待吧 对吧 50岁你还想努力拼个三胎吧 50岁你还在想 哎呀要不要买学区房吧 你早就已经不想了 你到了50岁 你的身体不错 你还有大把的时间 啊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要为自己再活一次 到2050年 10个中国人有3个是60岁以上 我们经常都开玩笑 大家到四川到成都去 我们叫服务员叫什么 叫小妹 再过几年没有小妹了 对吧 都是娘娘 以后也没有空姐了 都是空嫂 空阿姨和空奶奶 对吧 我们在看银发经济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大家一提到银发经济 你们就会说开养老院 各位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大多数老年人生活是能自理的 其实随着人类进入百岁人生 40岁叫少年 60岁只不过叫中年 所以人到60岁 几乎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了 那个时候他有什么需求啊 老年人怕孤独 怕寂寞 怕没有存在感 所以给中老年人提供社交需求 娱乐需求 文化需求 有没有人提供这样的服务 所以你还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有些变化 你到全中国去旅游 你发现有一类人群 他们很欢快 他们很欢乐 他们很开心 他们消费力还不差 50岁以上的阿姨 广场舞阿姨 他们穿着红裙子 到处拍照 到处自拍 到处直播 随时在开抖音 而且他们一个都不带老公 一群闺蜜出去玩 所以50岁的中年阿姨 她的消费力是不差的 各位 所以针对老年人的旅游 变成旅游家康养 比如说我阿姨 我阿姨60多岁 快70岁 然后出去旅游 旅游回来之后就跟我说 你看我的皮肤有没有变好 我说你干啥了 她说我打了几针 我说你不是出去旅游吗 她说是旅游啊 旅游他们就带我们 到她的康养中心 就打了两针干细胞 所以老年人的旅游 变成旅游家康养 特别是随着我们这代人 老了之后 我们突然发现啊 这个钱啊 还是在自己身上 多留点比较靠谱 人生最大的悲哀 就是我死了 钱没花光 所以为了让生命变得更长 让质量变得更高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是愿意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长 质量变得更高 所以谁为他们服务 不是提到银发 我们就说开养老院 大多数老年人生活是能自理的 比我们更早进入老年化的 那个国家日本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案例 叫做Covers 健身房 健身房是为谁服务的 为少男少女服务 为肌肉男服务 Covers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只为中老年妇女服务 80%是50岁以上 70%是60岁以上 在你们观点当中 50岁60岁 还去什么健身房啊 应该回家带孙子了吧 不 人家50岁 开始真正开始重新生活 刚开始那个健身房 男生女生都有 后来他们发现 女性客户很多 他们就说 你们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们说 男的用过的器械有点臭 可不可以不要男人来 而且男人在这个健身房 我们穿少了 穿紧了 他们用奇奇怪怪的眼神 看我们 这帮创始人研究说 好拒绝男人 男人不要来 好 OK 他们所有的器械 变成了那种很轻的器械 因为50岁 不需要练肌肉嘛 只需要保证自己的体型啊 线条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的投资很少 投资很轻 很容易复制 在社区开就行了 然后一杯下午茶的时间 一杯咖啡的时间 闺蜜们一起来健身 一起来聊天 还有他们发现了一个点 就是所有的健身房 有很多的镜子 镜子会增加中年人的焦虑 所以他们把镜子 全部取掉了 为什么因为你在里面 健身的时候 你染指 你出汗 你以为你瘦了 抬头一看 哇 孩子那么胖 你就不想来了 所以呢 Colors干了一件事情 把镜子全部取掉 让你们安心的在里面练 而且里面没有男生 都是中老年妇女 不会有人用奇奇怪怪的眼神看 然后呢 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投资低 门槛低 招商加盟 裂变快 所以短短的几年时间 他在日本就开了上千家门店 那么他的销售额 就能够达到换算人民币 也能做到十个小目标以上 各位 他就是做了差异化的定位 锁定人群 聚焦场景 解决痛点 OK 所以你只得找到那个细分市场 你的人才物有限 你不要想做所有市场 满足所有人 所有市场的所有需求 就是在租州做大马女专的 然后执着了线下 也是结合了 但是没有听张琪老师的课 去年的我们的销售额是200万 但是今年 你知道我每一天在这干嘛吗 早上起床 化妆 上厕所 洗脸 我都是拉张琪老师的课 一直放在那 他的思维在我的脑子里面 他有一个不停地回 就是我做什么事情 他一直在提醒我 一定要做线上引游 线下结合 服务好客户 所以我们从今年的四月份 从我年初的我们员工是两个 到现在是20个人的团队 然后四月份到现在为止 我们做了1100万左右 我翻了五倍哦 从200万到1000万 对 太棒了 所以我们家 现在在猪猪来说 大马女专 我们家是排行第一的 这个你们可以说得到 增加了线上的货客 对对对 批发线上联寿 我们都做 所以我非常感谢张琪老师 谢谢谢谢 好感谢你 希望你越来越好 好不好 所以未来产品是过剩的 流量是稀缺的 不管你卖什么产品 都要去低成本 高效率的找客户 所以怎么做直播 怎么打爆短视频 怎么玩天网 所有的实体企业 都必须要掌握一个本领 互联网货客的本领 短视频货客的本领 所以怎么玩 来365去下单 我们专门去教了 天网如何做短视频 如何做内容 如何做直播 如何做IP 甚至如何做新媒体的投放 网红明星 怎么帮你做种草 人网 怎么做私欲 怎么做裂变 天地人网 这个时代流量的打法 这个时代流量的模型 就是一顿火锅的钱 所以你就当请张老师 吃了顿火锅 少吃一顿火锅 你就学会了 这个时代的流量算法 所以来到小黄车的地方 去下单